Mplus的休仔工房 歡迎大家收看 Mplus的休仔工房 接下來這兩個星期就是國際賽的檔期 跟大家閒談談波徑 謝拉特 林柏特 韋拉 大家第一時間想起什麼 就是三位當年很偉大的傳奇的中場球員 斜路士林柏特 利物浦有謝拉特 以及阿仙奴有韋拉 這三位偉大的中場名宿球員 這幾年也是先後執教英超球隊 可以說成為一時佳話 踢而休則教 但結局暫時 林柏特 謝拉特 以及剛剛韋拉 都被辭退 韋拉帶領教授精工 要呼吸 現在找回學神 那是不是踢而休則教 作為領隊教練 這個課題可以跟大家談一談 很多時候 一些明宿 球星 來執教一隊的球隊 優勢 優勢就很有說服力 來到球隊 跟球員說話 他的感染力會很強 另外一個優點就是 他經歷過所有球場 特別是 裡面球場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作客 實際情況會是怎樣 他會很清楚 可以跟球員講解 以及一些要求 但是會不會有個 不好處就是 他們可能是某個程度 有些細節 數據的分析可能會不會那麼仔細呢 例如他 我說過這幾位球員都踢球很厲害 他以為現在 他揮下的球員可以很容易做到 而在戰術分析 部署上沒有那麼細緻呢 這方面也可以值得 大家想一想 因為現在 現今的頂級的足球賽事 以英超為例 其實除了很專業 戰術 教練 其實也有一個很龐大的團隊 包括一些數據分析 運動科學的配合 醫療等等 真是 不知道關不關事 不過你說說近年 踢而優質教 而成功的例子 當然有不少 當中的表表者 也有就是 斯丹 還有哥迪奧娜 這兩個是人生勝利組 特別是哥迪奧娜 無論是球員年代 他教的球隊 都是班霸的 巴塞隆拿 霸人毛尼克 還有現在的曼城 再近期一點 年輕一班 踢而優質教的教練 會想起阿迪達 阿迪達的好處 在哥迪奧娜身邊 浸淫過 做過歌歲的助教 阿迪達也今屆 叫做修成期 帶領阿仕奴 有機會 得到今屆的英超冠軍 另外一個近期也有些新聞 就是 沙比亞朗素 沙比亞朗素 剛剛在德甲 帶應利華古順 就是贏了 拜仁毛尼克 在一場很重要的 詞列的德甲賽事 所以 看到一些 踢而優質教的 教練領隊 有成功 有暫時也不是很順利 先聊這麼多 這一節就和大家 討論一些領隊 是球員出身 紅布置出身 下次和大家討論一些 比較著重數據 或者是運動科 讀出來的領隊 再和大家討論 多謝大家收看 安播體育傳媒 相近跌著最新的足球籃球資訊 記住訂閱我們 Empers 安播的頻道 好了